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了 在物质丰厚的今天 人们有大棉袄穿 有暖气供暖 但都很难忍受寒冷的天气 而在古代 别说有暖气了 大多数人穿的衣物 都是破灰烂烂的 没有什么保暖功能 更是相当于一块遮羞布 很难想象到了冬天 古人得有多冷 那么 古人是如何度过寒冷的冬天的呢 原来 他们也有自己的取暖神器 聪明的古人 运用各种巧妙的设计和工具 来保暖取暖 而且 这些取暖神器还不少 第一种是烤火盆 相信在农村生活过的小伙伴 都应该使用过烤火盆 烤火盆是古代 最常见的一种取暖工具 它的制作简单 且成本地链 通常使用淘土或金属制作而成 然后放入一层土灰 人们再将点燃的木炭 放入火盆中 木炭暴露在外 利用其产生的热量来取暖 这种火盆可以在室内使用 也可以在户外使用 在十几年前的农村呢 学生们上学怕冷 就自己制作一个烤火盆 带到学校 放在桌子底下 这样就可以安心停课 放学的时候 就拎着火盆回家 外面再冷也不用怕 但是拿火盆的时候要小心 第二种是火炉 与烤火盆相比 火炉是一种不是很方便的取暖工具 只适合在室内使用 最了解 最初的火炉起源于北宋 只用于烹饪 后来逐渐成为取暖的工具 古代的火炉有各种不同的形状和材质 如铜制火炉 铁制火炉等 人们将点燃的木炭放入炉中 利用炉子的密封性保持热量 达到取暖的目的 第三是暖椅 暖椅是一种基于火炉基础之上 更加舒适的取暖工具 根据记载 暖椅啊 起源于青带 通常是在椅子下面设置火炉 利用火炉产生的热量 来为坐在椅子上的人呢 提供温暖 同时 暖椅的设计还可以让热量 向四周散发 使得整个房间都变得温暖起来 第四是暖椅 相信南方的朋友都没有听说过这东西啊 椅是一种研磨用具啊 暖椅是一种在椅台之上放置碳盆 从而达到取暖的目的 这是为了防止冬季墨汁冰冻而制成的 主要盛行于北方 由于椅台本身呢 蓄热时间较长 因此使用起来更加的温暖舒适 这种取暖方式在古代文人中尤为常见 在寒冷的冬季 文人可以在燕台中点燃炭火 利用其产生的热量来取暖 同时读书写字也十分方便 第五种是汤盒子 这是用铜制或瓷制制作的一种圆弧 可以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 人们通常往里灌入热水 然后将其放在被窝中或者怀中取暖 类似于现在的热水袋 但汤盒子不仅能够在冬季取暖 还具有其他的多种用途 比如用来储存食物等其他物品 第六种是火顶 在古代剧中火顶是最常见的 它由铜或铁制成 设计精巧 且能够充分的燃烧燃料 在火顶中燃烧木炭 可以产生大量的热量 同时火顶的散热面积大 且均匀 使得热量可以更加均匀的分布在室内 更加符合现代风格的取暖工具 虽然古代 虽然没有现代的空调设备 但是古人依然通过各种巧妙的设计和工具 来保暖取暖 这些取暖神器 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智慧和创造力 也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 古人真是太聪明了 对此你怎么看